机车久久没发动 千驱大整理 师傅开出报价单 更换轮胎刹车油等等 一共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元 消费者认为这个价格完全不合理 摊开报价单 零零总总十一个维修项目 包含后轮皮带校正一千元 后轮定位一千三百九十元 两项电脑校正都要六百九十元 更换后轮一颗三千九百八十元 前后轮刹车皮各一千九百八十元 左右两边刹车油各两千八百九十元 实际到当事店家求证 业者一看见记者上门 二话不说直接拉下铁门 只摆出一张纸板 写着已进入司法程序 只是报价到底合不合理 连其他机车行都觉得有点贵 我觉得如果以我个人来讲 我的价格收费 觉得这样子还是有点偏高 因为你像他上面有校正的话 校正的价格一般来讲 不会收费到那么高 收费应该是一边刹车油更换的话 大概是在六百块左右 业者建议民众要修车前 还是得货比三加确认行情后 再维修才能避免争议 三旋蔡中文教育台报道 中间一块瑕疵肉眼可见 用手触摸还微微凹陷 这就是补胎痕迹 营业整天至少十分之一 来客树有补胎需求 像这辆送来装车壳 正好被发现重钉情况 还好卡的位置难度不高 一般遇到重钉八成都能解决 尤其在轮胎中间整圈 最好下手 胎壁较厚塞入补胎条 五分钟以内抢救完毕 单价便宜 补一次五十元到百元都有 但遇到这几种情况最惨 只能考虑换新的 这一侧包含说轮胎的这个面 有重钉的话 其实我都不建议客人 不幸插入胎间斜面角度不佳 就怕滚动过程挤压变形 会再次漏气 而整个侧面胎壁最薄 也不适合单纯补胎 换胎看尺寸等级 基本千元跑不掉 修到的部分都是说 客人过弯的时候 旁边插到 中间假如说插插进去 结果他要穿出来 到侧边的时候 这个也补不住了 机车组轮胎重钉算常见 但歪一点斜一点 维修价格就能差好几倍 三立新闻领文身 曾珍珊 新美报道